天降饮食,高中生附体外星科技,隔着屏幕就可以杀人,为了复仇,他开始直播杀人,全世界都为之恐慌,本期立歌带来电影《犬舍》。 年经六旬老是本分的上班做大叔,犬无夫正在经历一场老年危机,在公司被领导骂,被女儿玛丽瞧不起,儿子在学校受到欺凌,甚至妻子也有了出轨的念头,似乎生活中的种种都在针对着他,但他却没有放弃生活下去的希望。 一天晚上,一只乖巧可爱的柴犬跑进了家里的院子,犬无夫从他的项圈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有人在上面写上了柴犬的名字,花子,并请求遇见他的人可以收养他。 生性善良的犬无夫当即决定收养花子,可是遭到了妻子的反对,他只好偷偷将花子养在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去医院复查身体时,似乎老天又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医生告诉他他身患晚期癌症,犬无夫失魂入口, 落魄地走在街上,尽管他的人生已经快到尽头了,但他仍然没有怨天尤人,由于再三地想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却没有一个人接起他的电话。 犬无夫逐渐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妻子也再三反对他收养花子,于是他在夜晚带着花子来到了一处公园,打算在这里将他抛弃。 犬无夫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站在原地的花子,随后发了疯死地逃走,像极了想要逃避自己的人生。 可当他停下喘气时,花子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瞬间犬无夫忍不住抱住花子大哭,在这一刻,他似乎又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 紧接着他看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神秘少年,正打算走过去询问情况。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光,地面也开始颤抖,花子吓得逃跑。 下一秒,一颗陨石模样的东西砸向了他个少年,画面一白,犬无夫陷入了昏迷,当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公园里,花子站在身旁,天已经亮了。 随后他抱着花子回到家里,家人正在吃饭,他喝了一口味增汤后,突然感觉非常的渴,赶紧跑进了房间,手臂却忽然冒出了白烟。 他慌张地脱掉衣服,手臂突然展开成了一把科技枪,静止对着墙面喷出了很多不明液体。 他顶静一看,是刚刚吃下的味增汤。 正当他震惊之际,脑袋也突然分裂,脑子变成了一个类似中枢的科技装置。 他发现自己全身,已然变成了一具机器。 而这时,妻子进来房间,再一次叫他把花子扔掉,身体这才恢复了原样。 与此同时,之前与犬无夫一起在公园被影师砸中的神秘少年,出现在了某所高中内。 他是这所高中的学生,叫狮子神。 放学后,他去找一个叫阿直的同班朋友,向他展示了自己是如何用手比做枪的形状就能轻易射杀一只鸽子的, 还带着他去了地下停车场。 凭借意念就能控制车辆行走,甚至还当场变身,阿直看得目瞪口呆。 另一头的犬无夫下班途中,看见路边躺着一只死掉的鸽子。 当他抱起鸽子时,脑中的机器突然对着鸽子一顿分析,随后鸽子居然起死回生了。 犬无夫在震惊之余,脑袋中突然听见了一道求救的声音。 他跟着声音跑到了一家医院,才知道是一位中年母亲在祈求一生救活自己因为脑死亡而变成植物人的儿子。 他偷偷溜进了病房,抱着睡一睡的念头,居然用念力奇迹般地将小男孩唤醒。 犬无夫的世界瞬间敞开了,难掩内心激动地离开了医院,他决心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这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活过,但死了一次才发现,现在的他通过拯救别人感受到了活着的充实。 与此同时,学校里面阿直正在被同班同学欺负,狮子神出手相助,这一幕被暗恋他许久的同学诗音看见了。 放学后,诗音鼓起勇气向狮子神表白,狮子神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礼貌性地回了句谢谢。 晚上,狮子神去了抛弃了自己和妈妈的爸爸家里,爸爸已经组成了生活美满的新家庭,后妈和弟弟妹妹们也很喜欢狮子神,可狮子神却怀恨在心。 他永远忘不了爸爸的所作所为,甚至提起手想要枪杀爸爸,可最终却下不了手。 但当他路过一家同样是甜蜜美满的家庭时,扭曲了内心,恨意逐渐蔓延,闯入之后枪杀了一家三口。 在这过程中,犬巫夫听见了女主人的求救声,马上冲降了目标地点。 这也是犬巫夫和狮子神第一次交锋,但他却被狮子神轻易打飞。 狮子神离开后,犬巫夫起身踉跄着跑过去,想要复活死去的一家三口,可已然无力回天。 犬巫夫这才意识到自己终归不是神,无法复活以死之人。 第二天,阿直预料到电视新闻上播报的一家三口杀人案是狮子神干的,在天桥上质问他,然而狮子神并没有直接承认。 阿直劝他收手,狮子神却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自己是神,是不受人类世界所约束的。 阿直无法接受自己的朋友是个杀人犯,断然跟他绝交。 回到家后,狮子神得知,自己深爱的母亲患上了晚期颐脏癌,内心阴暗面再一次上升到了极致。 这时,坐在公园的阿直开始向神明祈祷,祈求狮子神不要再犯下罪行。 犬巫夫听见祈祷身后,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一家三口惨中的狮子神。 他看着花子,下定决心一定要阻止狮子神。 随后他找到了阿直,并向他述说了一切的源头。 阿直也拜托他打败狮子神,因为犬巫夫从来都没有用过手枪。 因此,哪怕集中了注意力,也只能发挥出一丁点威力。 于是两人开始拼命训练。 在这过程中,阿直发现犬巫夫只要摄入了带有盐分的运动饮料。 还有最开始的味增汤,机械身躯就会感到不适从而暂时失去动力。 而这也是打败狮子神的最佳关键点。 另一边狮子神陪母亲去医院回来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堆警察要将其逮捕。 狮子神在逃亡的过程中射杀了三名警察,因此受到了警方的通缉。 之前向他表白的狮音把他带到了外婆家暂避风头。 两人闲聊时,狮子神才得知狮音的父母因病去世,所以只有他和外婆相依为命,不禁有些触动。 夜里狮子神在脑海中播放的电视画面,看见媒体播报了狮子神的妈妈在全国人民面前道歉,最终因为压力而自杀了。 同时各种论坛上面充斥着谩骂着狮子神和他母亲的声音。 狮子神愤怒到了极致,通过意念篡改了互联网网络, 直接隔着屏幕射杀了许多在论坛上发言过的人,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头号统缉犯。 犬务夫看着新闻播报,请求家里所有人不要外出,不要用任何通讯设备,可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狮子神也在狮音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狮音虽然震惊,可还是依然决然地选择相信他,跟他在一起。 狮子神被狮音感化,也喜欢了这个一厢情愿的单纯女孩。 可随后,警方出动的特种部队藏在狮音的外婆家中,突袭了狮子神。 在强陵弹雨中,狮子神紧紧守护着狮音,可最后他还是中单身亡了。 狮子神在那一刹那彻底地疯狂了。 他干掉了特种部队,并且篡改了城市中的所有影像画面,开始了无差别杀人。 他决定要将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杀死。 整座城市瞬间爆炸声四起,黑眼滚滚,尸体遍布街头,全世界都为之恐慌。 全无夫也在脑海中想起了无数人的求救。 他发动念力,也篡改了城市中所有的影像画面。 阿植知道狮子神不会杀自己,于是大胆地出现在了画面之中,告诫大家将所有通信设备关掉。 狮子神愣了一下,想不到会是阿植,可还是继续摧残着城市。 这时,全无夫找到了狮子神,两个人的战斗已出即发。 在打斗过程中,全无夫听见脑海里女儿玛丽的呼救,他一边躲避着狮子神,一边朝着玛丽的方向飞去。 途中却被狮子神拦截了下来,但全无夫利用狮子神,只要喝了带盐分的水就会失去洞里这一致命弱点,成功将狮子神控制地面。 而自己则加快速度冲向了废墟大楼。 玛丽却已经断气了,悲愤欲绝之中,他居然又奇迹般的棋子回生。 正当妇女俩紧紧相拥在一起的时候,未被击败的狮子神突然出现,一拳打飞了全无夫。 已经狂暴了他一枪接一枪的杀死飞去里还没有断气的人。 最后他一枪射向了玛丽,全无夫竭尽全力想要冲过去拯救玛丽,却被狮子神反复暴打。 能量中枢严重受损,即将要死掉的妇女俩打算最后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狮子神觉得肉麻,提起玛丽将她扔下了大楼。 全无夫看着被丢下去的女儿,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展开了飞行器冲向狮子神。 她将半个神区撞得支离破碎,而后又冲下楼,接住了即将落地的玛丽。 向她灌注了全身的能量,玛丽再一次起死回生。 全无夫没有太多的时间,他还要去救更多的人。 这一刻看着父亲冲向云霄的身影,玛丽好像看见了真正的神。 最后警方并没有找到狮子神的尸首,现场只有一堆金属碎片。 阿芝回到家里才发现狮子神在自己的房间里。 阿芝很震惊,但还是坐在了狮子神的旁边,问她要不要一起玩新发售的游戏。 阿芝,你还是没变啊,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神明来自幻想,却是人类救赎,恶魔来自地狱,却也存在人间。 家庭失忆身患绝症的大叔,又没有因为这个社会的冷漠而扭曲心智。 当遇见了花子后,甚至重拾了人生希望,为世人们带去神的赐福。 家庭破碎,命运相同的少年,为了心中的仇恨,大开杀戒,生灵涂炭,化身恶魔,重现人间。 两人有着共同的奇遇,结局却截然不同。 无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错的都不是他们,而是这个冷漠交织的社会。 无论是大叔,亦或是少年,他们心中都有最值得去守护的那个人。 大叔重拾了希望之花,热情地拥吻这个冰冷世界。 而少年的希望之花,可能是曾经触动过他的那个女孩吧。 为了她独自对抗整个世界,这本身也是一种守护。 那么今天到这儿了,我是雷哥,愿做灯展,照亮你心。